1938年广州沦陷 连续轰炸了两个月 整座城市一片废墟 人心惶惶 看着对面的民房熊熊燃烧 浓烟滚滚 19岁的马万奇 站在恐慌的人群里冷静而落寞 5年前父亲去世 年少的他挑起家庭的重担 守住父辈留下来的产业 可如今他经营的星信 星战 升平 升昌 永和星等粮食 土产批发商行 被日军炸毁烧光 想到这儿 马万奇深吸一口气去香港 临上船 他最后看了一眼广东 岸边人声鼎沸 在轮船的鸣笛声中 这个年轻人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到达香港后 头脑灵活的马万奇 迅速站稳了脚跟 并开设了泰生行和永玉商行 开始做粮油土产进出口生意 为稳妥起见 马万奇又在澳门 开设了泰生行和生行 并与港澳富商傅德英 高可宁 卢展云朱先生 在澳门创建横峰玉商号 专营米面购销批发 考虑到葡萄牙的特殊中立地位 马万奇与时任法国驻澳门 名誉领事 蒲国商人因保罗 合办蒲法洋行 为祖国大陆同胞 输送去大批急用的民生物资 很快凭借着临财勿苟德 临难勿苟勉的原则 生意越来越红火 在1941年12月 马万奇踏上了当日 从香港开往澳门的最后一班轮渡 将其主理的一批面纱 布匹和西药 运送到买家手里 可谁声响 刚到澳门 香港沦陷的消息便传到了耳边 生意刚有点起色 却又富足东流 马万奇只得留在澳门 所信 此时日本和葡萄牙刚刚达成默契 身居一语的澳门得以保存 第三次创业的马万奇 也再度恢复了生气 香港沦陷后 不少难民涌入澳门 澳门人口有占前的13万 激增至35万 粮食粮价暴涨 然而此时 横峰遇伤号 每日仍以评价限量 出售此前大批构存的米面 此时香港著名银行家 林炳岩 何善恒 亦避居澳门 基于马万奇 富德英等合股组建 大峰银号 林炳岩出任董事长 马万奇任总经理 何善恒任监督 大峰银号的创立 不仅稳定了澳门金融经济 更向国内未沦陷区的市场雪中送炭 马万奇亦成为当时金融圈1.1的人物 在此期间 马万奇结识了老同盟会员 冯玉芳和著名爱国人士 冯祝万和李泽林 以及大革命时期 便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 柯林医生 并与柯林主持成立 于1871年的慈善性质的禁湖医院 1943年 该院留医人数 几达7万多 赠诊 一达8万余人 1943年至1944年 该院仅仅收容难童 一达380余人 并且养殖教职 对香港英美籍难民2277人 该院一凯然负起救治之责 与此同时 马万奇和柯林医生 还负有另一秘密使命 负责孙中山先生 原配 卢泰夫人 澎派的母亲 叶挺将军家属 爱国贵妻人士家属 国库夫人刘群仙 及杨汉生 李一芒朱先生的医疗保健 虽任务繁重艰难 然该院医护人员 一勉力为之 而不捎带 就在事业日渐兴盛之时 马万奇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 在澳门这块 自己的土地上 真正的主人 并不是中国人 1948年 他加入了澳门最大的民间组织 中华总商会 在澳门回归以前 总商会一度是澳门各界人士 从殖民统治者手中 争取权益的代言人 作为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之一 在维护澳门工商界 正当权益的时候 他总是站在最前面 几十年里 马万奇帮助被封锁的新中国 运送物资 帮助维持澳门秩序 在澳门解大家族中 马家虽不是最有钱的 但却是政治上 起步最早 走得最远的 在澳门 有一个同乡 入了马万奇的眼 他就是和贤 和贤比马万奇年长11岁 却拥有极为相似的成长轨迹 13岁时 没说过孙的和贤 第一次来广州 经亲戚介绍 到粮店做学徒 两年后 吃苦肯干的和贤 被聘为粮油店的掌柜 1928年 同样19岁的和贤 不敢给别人打工 伙同另外两人 在广州 开办了惠龙银号 并成为银号的经理 在同一年 和贤来到了香港 也是在同一年 和贤也在澳门落脚 也正因为同乡同意 和贤很快便与马万奇结石 并为邀请担任大封银号的经理 在这一时期 和贤为解决 市面港币流通不畅的问题 争取到澳门币的发行 这使得银号的生意不断扩张 迅速成为澳门金融界的龙头 和贤天生有座大哥的气质 在澳门威望极高 1945年 日本战败 大批在澳商人返回香港 澳门局势混乱紧促 有人私藏武器 并放置炸弹 治安一度无效 对此 和贤暗中高价收购武器 并交给澳门警方 同时 和贤选择继续留在澳门 担任银号的总经理 并在不久成为银号的大股东 在商人大批离奥的浪潮下 他还收购了新亚酒店 国际酒店 此举既稳定了人心 同时也扩大了商业版图 另外 通过协助解除日军对澳门的封锁 代言澳门纸币 排解东亚酒店事件 接济大批越军名领 重修澳门卤酒花园等一系列事件 迅速成为澳门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 1950年 和贤被推选为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 马万奇担任副理事长 1954年1月 白鹤全传人陈克夫和吴氏太极全传人 吴公仪论战已久 为了政绩灾情并捐赠近湖医院等慈善机构 和贤邀请两位进行了一场公开比武 并亲自担任总裁判长 这次比武吸引了无数港澳群众前往围观 着实一票难求 不过比赛只先行了三分钟 两方双双挂彩 最后的结果也是无趣的 不胜不负不合 但这成为那个年代 港澳人不多的一模亮色 甚至激发了梁宇生 金庸等人的创作热情 武侠小说由此开山离怕 1956年 和贤成为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特邀委员 获得毛泽东的接见 虽然全国性政治地位没有马万其高 但和贤为人急功好义 一直作为纽带 连接着澳门社会的方方面面 为澳门的稳定繁荣 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他接济过无数澳门普通民众 所以澳门人称他澳门黄大仙 而澳蒲当局多年来都默认了他影子澳都和澳门王的地位 1890年 广东人崔电明为了混口饭吃 举家移居到澳门 这个时候恰好是澳门第一次大规模填海造地 专瓦将出身的崔电明精明地看到了时机 进入到建筑行业 极为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崔电明 与澳普政府展开合作 顺利地赚到了第一桶金 在崔电明之后 两个儿子崔德胜和崔德琪更进一步 尤其是崔德琪不仅在建筑行业顶足 并且成为澳门政界的中间人物 1939年 27岁的崔德琪 从广州建筑工程专业学校毕业回到了澳门 在家里的安排下进入到建筑行业 崔德琪精明且活跃 在十年间 他将澳门建筑行业者联合在一起 创建了澳门建筑事业商会 并将澳门的建筑业发展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 在商业不断扩展的同时 崔德琪敏郁地投入到政绩 在1966年12月3号 由于葡萄牙对澳门的高压统治和政府人员的贪污腐败 积院已久的澳门民众 涌到总督府门前进行抗议示威 当时的护理总督施维娜被访击称为斯维娜 讽刺其对名指名高的贪得无厌 随着运动的激化 警车被民众捣毁 法院门前的欧维市石像之手也被砸倒 防暴警察开箱射击 驱散示威人士 这场冲突中 共有8人被打死 212人受伤 史称123事件 当时广东外事部门和澳洲亲中的社团 联合向澳门总督施压 要求认罪道歉 澳铺政府被迫接受谈判 澳门方面 澳门方面 何贤与马万奇负责进行谈判 崔德奇则帮助保释被拘留者 1967年1月 总督加勒比到澳门中华总商会礼堂 签署澳门政府对华人各界代表 所提出的抗议书的答复 这场运动才告一段落 123事件之后 葡萄牙在澳门大权旁落 和马崔三家 成为澳门众多家族中的核心和领袖 澳门这个社会很特别 没有党派 主要事务都靠社团为止 澳门的注册社团 总量有4000多个 平均200个澳门人就有一个社团 何贤马万奇都曾是澳门主要社团的掌门人 80年代初 何贤同时担任十几个社团的领袖职务 马万奇也曾负责中华总商会 教育体育等多个社团 而三大家族培养人才 也基本都是以社团为起点 特别是前面提到的靖湖医院 例如后面提到的 以稳健著称的澳门特首崔世安 就是于1988年出任靖湖慈善会董事 同善堂的直理兼医务部部长 1974年葡萄牙爆发康乃兴革命 葡萄牙政府开始施行 对澳门的政治民主化和非殖民化 华人获得了更多参政机会 崔德奇也立刻投身其中 成为最早涉足澳普政坛的华人 澳门开放立法后 崔德奇连续三届 担任澳普政府的立法会议员 1988年 崔德奇开始参与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和推广工作 并被委任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澳门筹备委员会委员 参与筹组澳门特别行政区 但崔家的故事远未结束 崔德胜和崔德奇共育有四子一女 崔世安排行老二 而他从小的玩伴叫何后华 是和贤最小的儿子 排行十二 1983年 和贤被诊断出癌症 在弥留之际 他将一直在香港工作的何后华 召回到身边 将家族的重担交到何后华肩上 不久 何后华正式担任大坡银行的总经理 不久 何前去世 追到会上 有一个花圈非常引人注目 没有抬头 也没有落款 只有一个浓墨挥洒的大字 福 同年 刚刚在美国获得了公共卫生博士学位的崔世安 也回到了澳门 创立了崔世X光学医学化研室 此时 鹤田工业已经走出澳门 在珠海 博山 杭州 宁波等地投资建厂 开支散业 1999年5月15号 何后华以82%的得票率 当选为澳门特区首位行政长官 这也是第一位由澳门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长官 上任之后 何后华提名崔世安为社会文化司司长 得知这一消息后 正在葡萄牙里斯本的澳门总督 维利奇迅速发来核电 期望在何后华的任上 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 此时的澳门 风起云涌 1999年4月份开始 澳门土地公务运输私储款 穆拉市的宅门被炸坏 文化资质源施利华 被摩托车枪手举击受伤 博彩司检察厅厅长 马发师后脑中枪身亡 整个澳门陷入一片恐慌 而凶手指指澳门最大的黑帮组织14K 14K由国民党军统成员葛兆黄成立于40年代 在澳门回归前 14K的头子是尹国居 1996年5月1号的上午 澳门最高警察长官白德安的作家突然爆炸 白德安正在晨跑 索性无视 事后 这起爆炸是尹国居安排所为 目的是建立一个澳门人的地下世界 面对黑社会的暴起和民众恐慌 何后华上任之后 立即公开宣布 维持社会稳定是特区政府的第一要务 并开展了一系列扫黑密恶的活动 在上任后的第一年 澳门的凶杀案件减少了72% 纵火案下降40% 趋向稳定 1961年 一个叫叶汉的职业赌徒将何洪生带进赌场 叶汉在澳门赌场有赌胜的美名 为了与掌控澳门赌场生意的富高家族对抗 叶汉与何洪生 叶德利和霍营东 共同组成新集团 参与竞标澳门赌场的专营权 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小时 何洪生才将律师共同草拟的申请书 递交到澳门政府的招标办公厅 当何洪生驱车赶往澳府时 一枚子弹从何洪生的耳边擦过 此人成功夺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 但在夺牌后不久 根基深厚的澳门赌场势力便放生出来 要取何洪生的性命 必要在新赌场制手榴弹 最终还是核心出面进行调剂 力保何洪生 何洪生站稳了走向赌王的第一步 1996年 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澳门 在此时 博彩业合法化的进程在全球蔓延 亚太地区尤为迅猛 为了刺激澳门博彩业的发展 何后华启动改革 甚至不惜得罪何洪生 在2001年 澳门立法会正式通过博彩法 何洪生的博彩垄断权被打破 澳门的博彩集团 由一家发展至六家 此事之后 何后华在澳门的声望高涨 2002年12月 何后华上金数值 朱镕基高兴地给他打了101分 而何洪生可以说是成也何家 败也何家 不过 何洪生还是在多个公开场合 表态支持何后华和崔石安 崔石安上位前 得知有14人投了空白票 一人未投票 何洪生放话称 他们今晚都睡不着 我们200多人都认为是对的 他们不跟随我们 就是全错了 不过 尽管经济实力强大 但何洪生家族和马万奇 和何前两大家族走向 有很大区别 由于赌王何洪生家族 在澳门社团 以及公共事务上 介绍不多 所以始终未列入政治家族 2009年5月12号 崔石安从连任两届的 何后华手里 特区行政长官的大旗 2014年5月 崔石安向澳门立法会 提交后任 现任 及离任行政长官 及主要长官的保障制度 根据这个法案 澳门特首满5年 就可以在离任后 获得月薪的70% 作为每个月的退休俸禄 同时在任期内 可以获得豁免刑事起诉的权利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澳门民众极为不满 并组织游行抗议 声称这一法案是贪官自肥 在5月27号 数千名澳门市民 包围澳门立法会 要求撤回整项法案 民情汹涌 29号 崔石安迅速召开记者会 宣布撤回法案 在面对记者时 崔石安表示 有生之年都不会收取 因为法案而得到的保障款项 相关的钱款 将权数捐给6个慈善和教育团体 用作慈善之用 并且自嘲道 大家不用担心 我虽然肥 但不会自肥 崔石安的诚恳和幽默 打消了澳门的顾虑 运动很快结束 在这一年 贺一成成为澳门立法会主席 澳门贺家祖籍浙江义乌 贺一成的父亲贺田 出生于杭州 1936年 毕业于南京机械工程 专科学校自动车系 上个世纪40年代末 已居澳门 50年代 贺田创办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 后被誉为澳门现代工业第一人 而在贺田工业开支散业之时 贺一成就跟着父亲走南闯北 在1992年 贺一成前往浙江大学求学 就读基电及经济专业 5年之后 待工业第一人的贺田去世 贺一成正式接手家族企业 澳门回归之前 贺一成曾连续四届 担任浙江省政习常委 2000年 贺一成单选全国人大代表 并连任五届 在此期间 每年到北京开会和各地视察 便占一百余天 虽然企业工作繁忙 但贺一成从未请过一次假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 贺一成也从未请过一天假 在2009年 并顺利当选为澳门立法会副主席 上任之后 他迅速辞去了特区政府 行政会委员的职务 按照规定 这两个职务本可兼职 贺一成解释说 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立法会议员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到了立法会的领导层里面之后 身份上和政府行政委员 就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了 行政是你 裁判也是你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安排 另外一点 我退出行政会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参与 一个人不要占太多位置 2018年 澳门立法会议员苏家豪 在立法会上使用垃圾会议词 表示澳门市民对立法会的看法 议员黄写辉当前抗议 认为垃圾会议词是侮辱立法会 两方一度剑拔弩张 关键时刻 担任立法会主席的贺一成回应 立法会工作难以让大家完全满意 面对批评应有则改之 并对待犀利的反问 如果立法会是垃圾会 那么为何还要留在垃圾堆工作呢 庭内的局势顿时缓和 在2019年 贺一成决定参选特首 在发布会上 记者发问 你曾经用热厨房 形容特区政府的治理困境 那么你现在是否做好准备 走进这热厨房了呢 贺一成笑着回应 我说我这么老了 我不怕热厨房 怕不怕水深 我身高都有一米七 我都还未进得死 我想不用怕 厨房热不热 是自己懂不懂烧菜的问题 2019年8月25号 作为唯一被选委会接纳的提名人 62岁的贺一成 以392票当选为澳门特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也成为历任澳门特首中 当选时年龄最大的一位 回归20年 澳门走得笃定而踏实 32.8平方公里 67万人口 注定无法成为东方明珠 但这就是澳门 澳门人务实 爱好温生发大财 钱有的赚 日子有的过就好 所以地方虽小 人口虽少 澳门却也成为大湾区 四大中心城市之一 何鸿燊有句名言 有犯大家识 虽然大家可能一言不合 但合作是永恒的旋律 不管特首是否出自三大家族 都会以社团 澳门和国家利益为重 往前看 往后看 澳人治澳的原则下 澳门是赢家 澳门人亦是赢家